如果你有留意到最近股市市場一直升上去 尤其是NASDAQ指數的index 我們基本上是2019年時的層次是6579 2020年2月當疫情未影響北美洲股市時是9750點左右 而我們去到3月最差的時候跌到大概6800點 但是上星期8月21日竟然是創了歷史的新高11311點 標準普爾500 S&P 500基本上也是一個historical high 現在行內的人基本上不會叫標準普爾500是標準普爾500 他只會是標準普爾5 S&P 5 這就代表了基本上整個美國的股市 有五間公司蘋果、Microsoft、Amazon、Facebook和Google 這個他們是標準普爾500的weighting 如果你加起來是23.28% 就是說有五間公司已經是代表了24%大的市場 所以今天其實這個星期的節目 我是有一個呼籲就是說NASDAQ 100 這個是代表科技指數NASDAQ 你會基本上看到同樣都是五間公司 蘋果、Amazon、Microsoft、Facebook和Alphabet 我這個星期的呼籲就是說 如果你是很幸運因為疫情的市場下跌的時候 放了錢進去市場裡面 特別是買科技股 由低於7000點 現在升到11300點 你其實已經在賺很多錢了 麻煩你考慮一下 我不是逼你去出貨 我不是叫你去出貨 我叫你考慮 考慮 如果市場已經是overweight得這麼厲害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調整 歷史上上一次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原來就是2000年 這個.com bubble 的科網股爆破 之前那幾個月 就是同樣地出現這個 evidence 即是說二十年前那些科網股炒得很高 接著市場不爆 然後跌了下來 之前那幾個月 你就看到這個現象 而現在在2020年8月 我們也看回這個現象 我不是說星期一的市場立刻會爆 我只是說未來幾個月 如果你知道我們加拿大的經濟一直是差 而我們的CERB是停止了派這麼多錢 而開始給了少錢我們的加拿大人 那那些加拿大人沒有錢之後 他未必找上班 而以往政府派的錢 或者美國或者加拿大 是去了股票市場和樓市 如果已經捕得這麼厲害的話 而那些錢慢慢停的時候 那就是所有人也會想 哇 究竟市場會不會回呢 我現在的股票賺了這麼多 不如先放了 那如果一個人開始放 第二個人開始放 第三個人開始放 那些基金經理見到 這些小市民的散戶 他們不接我的貨 他們開始放的時候 可能那些 Fund Manager 都要去放水 放水的意思就是 將他們手上的科技股要賣出 好 多謝各位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